张华市区路口 常看到有位警察 手拿宣导标语 向在停等红灯的民众 宣导交通安全 他并不是街头艺人 而是交通队员江敦玲 县长王惠美15日特别表扬 感谢他努力把握时间 让交通安全升职民心 透过他的宣导 而且来常常自己制造道具 利用短短的几秒钟 就尽速地来做相关的宣导 我想我们警察同仁的重点 不是在于开发展 谁要让大家知道 不叫而沙就是未知念 所以他可以把握时间 把相关交通安全的概念 能够升职民心 我想这个对于我们在 仿拜交通的部分 有很大的一个帮助 我想也利用这个机会 来跟我们的臂臂根 来自卸 那我相信这个也是一个 很好的案例 那我看到我们的同仁们 大家在各个工作岗位上 真的都非常的满力 我想张化之所以能够 有这么安和乐力 还要再次谢谢国局长 带领着所有的弟兄 感谢你们 替我们的这些人感谢你们 江敦林是张化县普新乡人 连续30年接获各级主管 予以贾等的优良考评 江敦林自制交通安全标语牌 当街宣导行车要开头灯 路口放慢车速等安全准则 活泼生动的内容 令用路人耳目一新 公益频道许为珍张化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